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台莱卡吉拍照为主要多 这些相片都是在台商县 尤其是北部 还有我们客家人 最有名的这个风俗 就是清明节 客家人叫瓜吉 我们很高兴 元宵节过后 那个时候客家人 都住在山上 年轻人都出发大片 过了的时候回来 还没有赶回去 曾是以前这个清明节 先扫墓 分享这些照片 我想说我们这集 也交观众朋友讲 一个客家单字 就是摄影的话 海陆腔是怎么说呢 老师 摄影 那时候老师都用摄影 来记录生活 生活其实也是 我们今天要教观众朋友的单字 海陆腔该怎么说呢 善法 用摄影记录在地生活 老师也是今天 我们要教观众的这个句子就是 用摄影 用摄影 记料 踩踢 而且你们很喜欢海鞭运动 在战前日治时代的时候 礼拜天 他就带我们这个 五姑兄弟在一起淡水 我们这个男的旅游户 都是丁子库 对 还蛮帅气的 对 跟我们再幻想一下 透过这些影像的呈现 历史仿佛就在我们面前 历历载目一样 当然了我们人舍心的词 一起来复习一遍吧 来看第一个词就是 摄影 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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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呢就是生活 散饭 散饭 第三个我们来看到一整句话哦 来看这句话就是 用摄影记录在地生活 用适合适合 采提森板 用适合适合 采提森板 其实啊 我们现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记得随手不管透过画笔也好 摄影也好 各种方式进入你的生活 未来让大家来一起回忆留念 好了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